我听你说到原生家庭 然后我就想有一些共鸣的 可能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但只是问题不一样 我在我有意识以来 就是我父母的感情就是一直不好 他们经常吵架 严重是可能会打架 尤其我父亲爱酗酒 喝醉了之后可能就会情绪失控 会跟我母亲发生争执 或动手这样的 其实这么多年 就很努力地去劝解 或者说希望能改变对方吧 但始终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最近的一次 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就 找警察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跟我爸爸的关系 会变得非常差 但是在我成长过程 我没有觉得它很糟糕 我以为所有人的家庭都是这样的 直到我上了大学 遇到我的室友 我发现他的父母好恩爱 所以说我刚才在听小马哥和他的故事的时候 我会觉得虽然你们因为爷爷奶奶的事情很伤感 但是他们给了你们满满的爱 这点是我缺失的 就我从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做饭 包括打扫家里家务 然后洗锅洗碗 类似这样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母亲就会教育说 女孩子要多做家务 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领寄小伙伴来找我玩的时候 我就需要把衣服洗完才能去找他玩 所以在我当父母逼婚的时候 我没有站出来说去真正地表达我自己的意见 而是选择接受完成你们的愿望 所以在家里摆了酒席 其实就是为了摆给你看 但是真正 真正我没有考虑清楚 其实这份感情是否适合我 所以也会造成后来的分开 我觉得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很深 没事的 其实对对对 其实我在 没事 抱一下抱一下 我没有想过感觉是在电视剧里会看到这个情节 讲的这个事跟我今天演的一个戏好像 真人版的 我看他在那的时候 我感觉我自己就要碎掉了 但是我觉得他很棒 你很棒 你很优秀 你知道吗 你说出来 说出来会好一点 就有个特别著名的家庭治疗师 他说过一句话 我特别想送给你 淼淼 我特别想送给你 我们没有义务去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哪怕他是我的这种亲人 但是我们有责任要跟自己和解 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 今天看到你是充满光芒的 你已经能够坚强和积极到 你可以摆脱这些对你的这种影响 然后你的未来就是时间还很长 你要有更美好的生活 谢谢 在我的理解当中 我觉得这种所谓真正的摆脱 非常的困难 很难做到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除了当事人别的人 很难说加油 振作 对 它是一个非常巨大艰辛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跟原生家庭告别的方式 不是物理距离的逃离 而是你从心智上的 做到了你自己想要成为的 你希望自己达到的那个样子 如果当你未来还要难过的时候 你把今天在地铁上的第一句话送给你自己 我在 我有空 我在 有空 别怕 听你说 你就当自己是对面的自己 然后把这个话送给自己 其实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同时这些话也是我需要的 你想听到的对 对 其实我是希望 明白 对方是以这种角度 陪在我身边 然后给我很多的陪伴和爱 对 他没出现的时候 你就充当那个角色 当他出现了 那个幸福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合适爱你的人 对你说那样的话 加油 没事的